如果你的下巴歪斜是因為這個關節發育的問題所導致的 那這個時候治療內脈關節可能就對於這個下巴的下顎的歪斜是有幫助的 這個最常見的是發生在青春期的孩子 內脈關節上面有一個關節盤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保護裝置 這個關節盤這個保護裝置他脫位了 他跑到不理想的位置去 導致這個關節在運動的過程中他可能會骨頭直接撞擊到骨頭 內脈關節這個關節頭是下顎骨的長度的發育中心 所以他可能就停止發育或是他的發育兩側不對稱 就可能導致歪斜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會做一個手術把關節盤再拉回來 甚至故意拉多一點來保護這個關節 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 特別是三四歲這種發育期間的孩子這個特別有效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骨頭的新生 大概半年左右就會發現了 那你說我之前已經歪很多了 那一定會百分之百恢復正常嘛 其實這個沒有人敢保證 因為身體的復原程度每個人都有他的差異 那你至少讓他的兩者的差異不要太大 將來你如果真的必須要再接受症餓手術的時候 那這個關節也比較不容易受傷 因為我們知道內脈關節障礙也是症餓手術後的一個風險所在 成人也是有幫助的 根據研究的結果 把關節盤拉回來保護骨頭的時候 一些原本變形的或是吸收掉的骨頭 因為這個關節盤拉回原位來保護他 他還是會有一些增長 但是成人的增長當然就沒有像青少年的這個能力這麼好 如果你已經真的很歪了 因為我們成人發育都已經停止了 你還是可以考慮症餓 他原本如果關節有問題 他做了症餓之後關節感會更差 因為他的骨頭的位置被大幅移動 尤其是所謂第二型咬合的那種病人 講白話叫小下巴 下巴很厚縮這種病人 他的下巴要往外拉 上了要做一個逆時針的旋轉 這個整個力弊會變長 所以對這個關節的受力會變得更大 如果他本來就有問題了 那你又不給他一個 術前一個好的保護 這類的病人在術後 其實出現內外關節問題的比例很高 甚至嚴重的會導致關節吸收 關節吸收吸收到一定的程度 那就不可逆的 就只能換人工關節 這個受傷不是醫師 刻意造成的 天生就是因為骨頭發育不好嘛 關節本來就弱了 你術後 又讓他變得需要承受更大的力量 他受傷的機率本來就大幅提高 所以這個是 以青少年的角度 是避免將來要做比較複雜的症候治療 以成年人的觀點 是希望保護他 做完症候治療之後 這個關節能夠不要受到大的破壞 甚至能夠維持原本的功能 或者不用再確定 就可以了 等下 按下 按下 按bourne 按下 按下